我那天看到一个采访是张艺茂老师说 本来一开始想影视化的作品并不是活着 你是一部部悬疑小说 河边的错误 河边错误是悬疑小说 我们写了好多天 但是不知道我怎么拍怎么影视化 后来他就问我你有没有新的小说 然后我就把你们给我的青样给了他 就活着的青样给了他 我是在80年代的时候 我想写三个类型小说 先是写了一个侦探小说 细访的叫河边的错误 然后又写了一个武侠小说 鲜血梅花什么 然后再又写了一个柴子佳人小说 就是那个古典爱情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第七天和我当年河边的错误 这样的一个类型很相似 但其实第七天和我当年的 另一个中篇小说 四十如烟更进 像我的日本的翻译 就是那个范总荣 他在读完那个第七天以后 给我写的那个姓 他感觉又回到了当年 读那个四十如烟的时候 所以这两面小说更进 嗯 嗯